一个运球快步上篮 蒋万安参加网红节目打篮球 虽然进球得分 但是团队发言确实分 蒋万安发言人李德韦 日前说牙医不是医师 引发牙医团体激愤 蒋万安亲上火线缓甲 牙医当然是医师 李德韦委员昨天也在脸书上面 很清楚地做了澄清跟说明 也道歉 我想最重要的是 怎么样提升牙医师的权益 不为团队发言失误道歉 蒋万安推给李德韦 说他已经在脸书公开道歉 但是网友还是骂声不断 批评李德韦牙痛就不要看牙医 看精神科 道歉根本含混其词 眼看民众怒火难平息 蒋万安又把战场拉到牙医修法 说民进党提出的附带决议 放宽学历与实习限制 今年在牙医师修法 民进党的十九月五年提出了七个附带决议 让我们学历法官的标准降低 第二个也打破了现行 牙医系学生实习五十名名额的限制 反观陈中部长 对于这些牙医系师生 他们的诉求致之不敌 我特别提出医师法四十一条的修法草案 到国外去的就不能再直接考照 要直接就是要来做教育部的学历认证 那才可以 相对的是非常的严格 至于在附带决议里面 对现有的有一些相关的要求 比如说要四年以内要解决这些问题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讲官团队失言批评牙医引发的反弹效应 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 三立新闻剪红旗 陈云豪台北冲突